你说这黄花柱到这狮子头里边 它怎么这么好吃呢 后层捏 这是二刀肉这块 一定要把肥子和瘦子给它分开 然后给它改一下刀 切成小块 搁在饺子机里 不用打得太碎 让它稍微粗一点 待会咱们用刀一斩就行了 鸡花 这个肉呢 一定要让它有颗粒感 硬镖 把皮蹬了 切成16籽大小的颗粒 它的肥瘦比例呢 是四六或者是三七 咱们现在的理解呢 都是六成瘦的 四成肥的 但是真正的老实做法呢 应该是四成瘦的 六成肥的 大家就照着这个比例走就行 两份瘦的一份肥的 等你 我买来的鲜马蹄 二斤肉馅里边呢 放十个左右就行 这是增加什么 这肉馅的脆感 啪一拍 这个简单 但是它里边水分就抱不住了 咱们再来一点香菇 您怎么喜欢怎么来 开始调味儿 咱们这个黄花菜呢 您提前泡好了 把这个根去了 这个水可千万别倒 黄花菜的这个味儿 能不能出得来 全靠这个水了 打葱姜水 您分两次三次 一定要让这个肉 把水分吃得足一点 剩下来就是摔打了 加一点胡椒 一小勺盐 今天是做黄花菜 烧十字头 咱们这个香油少不了 黄酒 少来一点啊 千万不要多 一个鸡蛋 把蹄 香菇 放进去 这就是它的辅料 电丸 大概有四十克左右 一两一个 您炸完了之后呢 不要等它飘起来了 定型就行 它里边生的都不怕 因为咱们后边还要焖 还要炖 大料呢多一点 先煸炒大料 桂皮和香叶呢 是最后炖的时候来放 葱姜的料头 给它搁里边炸成葱油 葱香味一出来 黄酒您就照着这个勺呢 一大勺 酱油 来一点点米醋 烹一下啊 香味一出来 这黄花的水倒进去 这个呢要有一点骨汤是最好的 稍微有一点咸味就行了 因为咱丸子里边 已经下了盐味了 烧开之后 大料 吃个头 要有十三香呢 您就搁点 没有十三香 五香粉也行 这么多就行了 光这个大料和桂皮 复合味不够 这时候呢 咱们把这个香叶和大料搁进去 关小火上盖 照着一个小时 焖炖它去吧 这丸子最好吃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啊 搁在汤里边 焖它一宿 第二天吃 但是咱们今天最急 搁起一个锅 少打一点底油 咱们这黄花呢 搁在锅里边小火 你一煸炒之后 它这个香气就出来了 一不自拉自拉响 这黄花就行了 盖在这个狮子头上 来两勺鸡粉 少来一点盐 胡椒粉 啊 这时候可以调色了 这个颜色要是汤泡饭 就有意思了吧 这样再炖它十分钟 你就可以出锅了 因为咱们着急吃 给它挂一点淀粉 最后点香油 起火 做这些菜啊 一定要长时间小火 焖炖它 它香 这个呢 我也是到朋友的餐馆里边 跟人一阵 学习了一个 这个狮子头一加开 肉香味就 一下串饼就来了